哪吒少爷 不好啊 发生什么事了 哪吒少爷 之前是我们不好 你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的 村长 到底怎么了 之前 去陈汤光报信的那些村民 全 全都被杀死了 他们身上有毒 都不敢碰啊 现在还在郊外呢 你们快随我走一趟吧 你快走 怪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村民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妖族的人 真是该死 这些尸体的颜色都变了 像是被吸光了晶圆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还留着淡淡的妖气 这些妖族的人 真是太嚣张了 这些妖怪 频频吸食人类的精元 说明他们对晶圆有需求 之前我们想找到那两只青蛙 但他们一直都不出现 那为什么 我们不自己引他们上钩呢 不错 他们既然这么频频地吸食晶圆 说明这东西他们必不可少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一定会再来的 你们的意思是 还要拿村民当幼儿吗 太危险了 谁会愿意啊 是啊 现在的村民都不敢出门了 我也正想着 要不要把巡逻队给解散了 村长您放心 我们肯定不会再让村民 以身犯险了 这样吧 我来伴奏村民 把袖手引出来 这倒不必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好了 有了这些熊光斑 再也不怕妖魔鬼怪找上门了 熊黄是地热之气所生 乃是天然的制氧之物 专刻妖魔鬼怪 莫昂哥哥 你太棒了 明明是小爷指示渊博 干吗夸他呀 你又抢功劳了 这个竹鱼明明是 莫昂哥哥想出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还抢功了 竹鱼 竹鱼是他还想出来的没错 但是我也有功劳好不好 你有什么功啊 明明就是 莫昂哥哥出的比较多 莫昂哥哥最棒了 对不起